记者打开月康码,显示绿码,还有核酸检测,新冠疫苗,抗原自测,数字空间等项目,健康码为绿码,有效时间为正在查询的12月8日最新时间,页面上没有出行提示和健康提示, 月康码部分查询功能受限,但健康码有效时间仍然是最新的,接下来我们咨询了广东省相关管理部门,了解月康码目前的运行和使用状况。 记者打开天府健康通,可以看到绿码有效时间为正在查询的时间,左下角有省内核酸检测结果,还可以点击更新按钮,更新核酸检测结果数据。 右下角风险城市旅居时选项已无法打开。 记者致电四川省12345,工作人员告诉记者,天府健康通目前还可以正常使用,用于核酸检测结果查询。 记者查询河南、山西等地,发现河南健康码已显示停止服务, 山西健康码显示新用户无法申领健康码。 目前没有说您得用这个码去哪儿,也没有说哪个地方要看码,不叫相关政策通知。 您不是说这个绿码吗,对不对,就是这个健康码,这边好像是没有这个健康码了,你是。 健康码的话,目前的话它已经就下了嘛。 记者查询发现,部分省市绿码一直存在。 12345,工作人员解释称,健康码目前不影响畜行,且与支援体感染流行等情况无关。 健康新甘塑码一直有,这个码主要是针对于当时疫情管控的一个畜行,但是现在没有任何相关政策,目前是有支援体这些流感,像这些感染,但是这个跟这个码是没有关系的。 这个码是一直在的呀,但是的话它没有其他的一个用途。 应该是一直在的,我们这边也是,我这边也是可以看得到的。 不影响您的一个使用的话,建议你还是先给它保留着好了。